大家好 手上呢 我拿了一个 什么盏呢 酱油色 还加了一些白的一种油 不规则的一个流畅的一个纹路 皮卡索 你看 古代的这种创销的这种纹路 纹路 我觉得就跟当代的一种艺术的一种东西很接近 为什么 他根本就没有纹路 根本就没有一种几何图案的一种方法 那意思是什么 大家可能到今天我估计也想不出来 就给他一个皮卡索的一个设计吧 一个图案吧 我经常说呢 吉周瑶 它的器物啊 经常是雅俗共赏啊 我经常用这句话 雅俗共赏 简单 古朴 来龙去脉也不用说清楚 就呈现出来了一件 古代的一件器物 那这一件呢 可以说 一百件吉周瑶 不出一件那么幽光那么好那么润的一件器物 所以要介绍 所以要介绍告诉大家 吉周瑶本身在江西的极安地区 所以它的土 特别酸 酸性特别高 然后加上吉周瑶的油 的火等等 一般情况下 都给那个土呢 把那个光呢 咬了百分之八七八十了 都八九十了 八九不离十都没有光的了 它做的时候 肯定是有这种油光 有这种追求 但是入土之后再出来呢 光是几乎都没有了 而且很容易爆油 因为它的油的成分 那种矿物 一入土之后呢 就很容易就爆油 所以基本上呢 吉周瑶呢 它的那个完整的器物呢 不是很多 难得难得会出一件 出一件完整 难得难得会出一件 但是都是没油光的 那么我们这件呢 可以说是一百分的油光了 完全是润光 光中带润 所谓的保光 口原边 它是指口 是跟那个南方的剑斩呢 很接近 也是有个指口 底足 它上右呢 上到底了 已经可以说是 这个做法 就专门出好的细腻的吉周瑶 胎跟足是典型的南宋的这种吉周瑶的高级品 我们就看这个底足 看修足都能看得出来 上右上了底 也能看得出来了 那么这件东西呢 可以说是几年都不出一件那么好的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右 这个白色的这种纹路 到底是什么纹路呢 我希望大家也跟我一起去学习学习 也一起去研究研究 它到底是它想干什么 到底它的追求 它这种文士的追求是 是什么 是不是天上的云 云过了之后呢 留下的一种尾声 或者是一种淡淡的一种云彩在天上呢 我暂时还想不出来 反正就是一个皮卡索的 不规则的一个文士 好吧 谢谢了 可以了